大家好 欢迎回来《芒香》编辑部的《笑声芒新闻》节目时段 今节有我许珊 另外还有我们的易得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话说虽然很多店铺在倒门下关门大家 不过仍然有新的店铺会进场 话说上个月底 二十多日左右 在灯打市街广华医院对开有一家新开的豆品店 叫做《顺和豆品》 新开张期间还有免费吃冰糖或姜汁豆腐花 紫限糖吃 试一下吃吧 不知道给你多大碗吧 我喜欢吃这些东西的 豆腐花这些中式甜品 不知道台仰对于芝麻糊又怎样看呢 我非常喜欢吃芝麻糊这些手工菜 要做都不做的 不过这间的豆品本来 我们也希望他大展红肚做多些生意 在这个境界做个免费试吃 就像食神那样说 什么 免费这么好吃 这么大脊子 除外跳肥的护士就去尝试牛丸 那个奶尿牛丸 没人买 试吃完之后 哇 这么好吃 他那些东西就给一个厌食症吃了进口 吃完之后 呃 然后整群就冲过去吃奶尿牛丸 就是在这里啦 然后吃爆它 然后卖光了 这个信和豆品 还没到这个情况的时候 糟糕 回来 什么事 有什么问题 本来也很高兴的 我们看到的画面就撕了红纸 新铺开张 其实就不是贵啦 是吧 豆腐花全线一律就10元 不过呢 糟糕了 其中有一样东西就叫做芝麻糊 刚才问了台阳 是否喜欢吃的那些 看到他就药莫就卖10元碗那些 很吃啊 是 是 芝麻糊10元碗那其实就什么质素呢 究竟是不是真的叫做大便买呢 我看到他说黑芝麻豆腐花 这个我也很喜欢吃 两口 我也是 好像鸮鸯那样 太极 太极啊 是吧 是啊 我会把一粒豆腐花滴在旁边 做到太极的形状 殊不知呢 这个豆腐花就一件事了 芝麻糊就糟糕了 就被人眼尼的朋友仔 就看到他 冰箱上面有一双东西 那双东西就什么来的呢 我们再zoom近一点 精蓉芝麻糊 那我搞错了 你竟然被精蓉芝麻糊 我搞错了 糟糕了 有心理了 把箱子收起来 你没有被人看到啊 神经病啊 糟糕了 这次你只是新开张而已 你这么不小心的 你这些东西不要被人看到嘛 对不对 哎呀 哎呀 那些箱子也好些 就是被人觉得你要买些矜贵的东西 不是啊 那你想想吧 老实说 10元 你想我是不是叫做即磨磨芝麻糊给你 又不知道又怎样磨芝麻糊 然后再煮 煮完又怎样做到结塔塔的那些 不过呢 我也行啊 你想到这些地方吃个芝麻糊的 我即磋的 我不用在你这里吃什么 我自己回去洗吧 对不对 哈哈哈哈 是的 就是啊 你走到市场都好买啦 这些即磋芝麻糊 喂 如果是这样的话 它那些豆腐花是不是即磋的 也有种即磋豆腐花的 即磋的那些 即磋豆腐花就可以 但我不知道它那些豆腐花是怎样来的 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 你这些芝麻糊 为什么我会在这些豆品吃芝麻糊 或者吃糖水泡的芝麻糊呢? 因为我就是不想吃积葱才来这里吃 如果我吃积葱的话,我小鬼来这里吃吗? 就是啦 芝麻糊很麻烦的 因为我自己也会做 因为一开始你要把芝麻浸水 然后要炒香芝麻 炒香芝麻 然后又要打烂芝麻糊 弄成粉 然后又要隔水 然后又要加一些糯米粉 煮好沙糖 是很久的 如果你突然口恨想吃 晚上吃宵夜的话 肯定会做积葱 要不就在街上买的 其实他这也可以 要积葱的做底部 然后就随便做罐芝麻粉 然后再倒一些糯米粉 就是刚才说的那些 然后再搅回去 让它稠稠的芝麻糊 然后再倒一些糖 冰糖也好 片糖也好 让它甜甜的 有些芝麻糊的味道 这招可以啊 就是先拿积葱做底 到时真的一大群 比积葱更便宜 因为它有其他人搅出来 可以吗 那你倒不如直接全部都用积葱 就像他那样 可能全煮的芝麻糊 都要用积葱粉冲出来 那就算了 我怕它不够稠 因为大家吃过积葱 其实真的不够稠 打些姜粉水就会稠了 好像导买芡那样 因为你弄了些姜粉 一坨的东西越来越稠 因为你混了东西 那会不会更淡 所以我说要再加一些 加砂糖 加砂糖 或者片糖可能会比较贵 不然就加些砂糖 然后看到好像不太够 那就随便灑了两匙 一罐罐的芝麻粉 那就可以了 到时更大窩 更便宜 真是很赚啊 对不对 这些东西 我觉得挺离谱 挺过分的 不过有些人就觉得 十元碗 你不是以为自己磨完再和你煮吧 不如你去大陆吃科技与肯活吧 又便宜些 我相信这一盒东西 都是内地买的 职容的东西 是不是科技与肯活呢 很多人都喝职容咖啡 职容奶粉的 这些是不是科技与肯活呢 我想问你了 其实老实说 这些职容芝麻糊 或者其他职冲饮品 就很正常的 我们都喝了很多年 有谁没喝过职冲的东西才行的 只不过呢 给我的感觉就是 原来你的芝麻糊 不是用真芝麻 打成粉 然后煮出来 原来你是职容 感觉上就觉得好像很不划 是吧 因为你去店铺买 就希望可以买人家那些 真的煮出来那种 而不是买职冲 职冲我自己去市场买都行 不用光顾你吗 原来不是的 不过好就好在 他又帮你充满 帮你充满 帮你充满 也是时间的 是吗 又要洗碗 又要给你跟着 又要给你 又要给你个地方坐 又要凉冷气 那些 不过呢 我们公平点说 他的用多多芝麻糊 其实都是支持本土 因为多多是香港制造的 香港芝麻糊 这些可不可以当是预制菜 你可以这么说的 是预制的 那又如何呢 其实又不会没事的 就不会吃坏人的 只不过感觉上 觉得很不划 但是你十元碗而已 十元碗你想碰 所以很挣扎 因为我初头想着 他做豆浆 就是做豆品 他有个磨的 就是磨豆浆 可以磨豆腐 磨豆浆 你磨得豆浆 磨得豆腐 那是不是磨得黄豆 你是不是应该把芝麻磨呢 我初头想着是这样 不知 我又觉得他可能 连豆浆都不是磨的 可能是即充豆腐花 即充豆浆都没有 你有没有吃过 有一种用粉开的 是的 即充豆浆 可能用那种也没听 我不知道 我也可以 即充豆浆 接着就做石膏粉 一撞就完成了 是吗 是 也可以 有些人也说 有什么问题 你去茶餐厅 其实这个问题真的很糾结 大家记得吗 大光面转丁面 有什么分别 是不是 你出钱一定是这样的 那把味粉 我倒进去 难道我煮给你 你还愿意加钱 还说好吃 对 没错 一样 即食面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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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样听到很大 是吧 我想其实就无所谓 吃得的 还有应该都好吃的 不过如果你看到别人 连店铺也会用多多的 你自己去买几包多多 买到家里自己吃都行 不用到家买了 是吧 即是你找一些碗 然后找一些胶羹 那些就可以了 是吧 是吧 那些咖喱粉 那些咖喱粉 那些咖喱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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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我都在台湾 见过有一家店 它真的有部机器 会即场磨那些 黑芝麻酱 专门磨黑芝麻酱 但就不甜 你别想到是不是甜 因为立刻磨出来 不甜 那你自己要混些东西 自己回去混 那你就可以又变成甜的芝麻酱 那再回来说回这一宗 见到的时候也挺爆笑 其实也挺多人会笑他 哎呀 十元碗你想怎样呢 那些这样 我想他也没有说是 积磨芝麻糊 那他有没有违反商品 及说明条例那些 没有 我想就没有 绝对没有 是吧 我自己觉得 也不是什么问题 也不算是道德问题 只不过是 作为消费者 你一向那个认知 和人家实际所售买的东西 可能是当中有差距 我们见到很多人去打卡 都是吃豆腐花 没有人去吃芝麻糊 老实说 如果10元的话 其实他赚了你7元 你预期他会给你什么 这个就见仁见智了 好 我们今次也要谈到另一宗 哎呀 真的看到这些 真的不可怜 话说 今年 其实去年也开始了 香港地 买大集蟹 你也要有 预造大集蟹的勇气 即是你看到那个櫃 那个什么 汽水櫃 那个玻璃� 那些大集蟹 你看看 自己有机会 会变成同类 因为受到内地的影响 因为实在是太划算 质素也太丰富 不同的级素也有 变相 传统香港去做 买大集蟹的 就低迷了很多 现在唯有三重的检测 来做一个买点 因此 都是一些有感情的朋友 街坊熟客 会去买 生意已经不好 都稳稳的了 那些贼 这样打劫 什么叫做 偷蟹 拿了 不是吧 大概是1400元的大集蟹 本来人家都可以做生意 是吧 人家这么难做生意 还要偷人的蟹 怎么跟客人交代呢 简直是人渣 麻烦你了 你做责 麻烦你 有点志气好不好 你偷人的蟹 蟹本身都不 现在内地 蟹都这么便宜的 你倒不如回内地去买 是不是呀 你偷来做什么 我估计 偷来也是拿去转卖的 难道自己吃吗 你拿这么多 又不算叫做很多 14只 你觉得 一家大集蟹都吃得完 是呀 这样吗 哦 看来真的是自己吃 你不是这么便宜 如果你又想吃 口痕的 又嫌香港买得贵 你就回内地吃 哎呀 真是不知所谓到震 是啊 我们看到 是吧 那家店用白布 盖着其他蟹 以示哀悼 是啊 很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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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不见了 都被人偷了 兄弟 那我们先讲讲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整件事是怎样的 好 其实在2日的时候 即昨天 11月2日 晚上11点42分的时候 警方接到43岁 姓张的男子报案 就说了 他们在渣店坊 店铺有14只蟹 懷疑被人偷蟹 警员 接报到现场 初步怎么办 是 真的有14只兄弟 不知所终 假值1480 经过初步调查之后 将案件列为盗舌 追击一个40至50岁的男子 案发的时候 他穿着灰色的上衣 和黑色的长褲 他很搞笑 他扮认速递员来拿货 因为大家在忙 到晚上11点才去报案 都是好事 忙忙到这样 警方调查之后 初步相信 财人可能在外卖平台 知道有订单内容 所以就来偷鞋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偷外卖 看到一份食物 原来被人偷了 扮了一些 Food Panda Deliveroo 会不会有这样的人渣 这么人渣 也有 是不奇的 人渣中的人渣 这样也想得到 真是好事 估计有些人 订阅了一些蟹 准备叫速递 拿走蟹 殊不知 就被贪心的人拿了 变相 现在14只蟹 那客人就没得吃了 也挺惨 老实说 如果是1400元 即接近1500元的蟹 那店铺就赚了多少 一年半也虚了 会不会诅咒他 如果他给了你是老板 我是老板 如果我是老板 那我一定会咒饱他 是什么人 很可憐 没有人性 生意已经难做 你再来偷 是吧 你真是人渣 有野生没吵 那些人真是不知所谓 死了14只蟹 没有人性 哈哈哈 你又咒得不够狠 我在想 你吃了一定肚痛 然后周申恒 生鲜 还是怎样 会诅咒他 你吃得安不安乐 阿天 啊 蟹 做鬼 都回来找他们 你下世做蟹 那也是 鬼没你下世做大集蟹 先被人绑住 绑完再拿去蒸 蒸完 还要抹开两边 将你尖皮擦骨 二 还有没有高的 扔掉了 还要是臭蟹 正臭蟹扔掉 可能是 臭蟹不值得 那些轮回恩果 等于这样 台阳你今晚要吃一条鱼 那你这条鱼呢 为什么会在你桌上 佛家这些恩果 三世恩果轮回呢 就是这样 有时候 那条鱼 为什么会在你桌面 被你割了来吃呢 就是因为 不知一世 什么时候 欠了你什么 或者得罪了你什么 就会这样 再 再以一个佛家的道理来说 大家应该有吃过这件事 就是海黄羹 海黄羹 海黄羹吃过 你想想 又虾又鱼又蟹又蟹又 还有什么 什么鬼都有一些 那些海鲜 什么师傅都有 这么多海鲜 共野一路 这么多生命 为什么他们会在这碗东西里 被你滚了一身 吞到肚子 好吃 还要加上胡椒粉 香口一点 为什么呢 就是那个因果的关系 前世今生 今次就一次过还给你 或者怎么样 那些这样 好了 今世你偷了他的蟹 下世 会不会你做回大集蟹 给他吃了你呢 哎呀 没有啊 不知道第几世才知道 希望听到我们这一节 这个蟹财 就去还钱给人 是啊 你不想第几世 小轮回做蟹的时候 好吗 嗯 对了 就是因果这些东西 就是不到你不信的 阿哥 快点还钱给人 很邪的 是啊 好 或者他就绑你那只蟹 好了 惨 就是绑你那个师傅 你被绑那只蟹 好了 来到这里 希望大家有机会辞责 吃长齋 也可以减低杀生的罪业 那就是 这么小 你吃他下世 可能他就吃你了 那怎么办 想到会吓大家 好了 那我们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